大家好,我是Dan 女团姚家艾德宣布三月回归了 昨天,Cube娱乐对媒体表示 姚家艾德目前已三月回归正在准备新专辑中 这是继去年一月发表的花之后 时隔一年两个月的回归 也是在去年八月苏金宣布退团后 首次以五人体制发表的新专辑 而目前苏金的案件仍在警方调查中 在上一次新专辑之后的这一年两个月的期间 虽然姚家艾德没有发表完全体专辑 但是队长索源在去年七月发表了个人专辑 目前也在MBC的选秀节目担任评审 而五一去年五月也发表了第一张数位单曲 成员Mini透过Netflix的喜剧挑战了演戏 而米昀出演了网剧Ordinance Upset M Countdown主持人等 成员们都非常忙碌地发展了个人活动 所以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姚家艾德就为一的回归 然后今天Ridweb也传出三月会回归的消息 这是离去年八月发表的Quindom之后 时隔七个月的回归 然后还有 总之三月份的韩国各邀界 也将会是神仙打架了 下个消息是 担任很多爱豆们粉丝见面会的邪心 MC叮咚 昨天晚间 在酒醉状态下开车擦撞其他车辆 当时MC叮咚还无视了警方要他停车的要求 直接开车逃跑 甚至还擦撞了警车 最后在警方追捕四小时后才逮捕到他 而酒测值也超过了吊销加咒的水准 酒驾真的是很可恶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一个消息 大家还记得几年前 台湾留学生在喊我遭到酒驾的那件事情吗 就是2020年11月台湾留学生在韩国 遭到已经有过两次酒驾经验的金某 再次酒驾超速闯红灯撞死 当时金某在一审二审被判了8年有情图形 金某虽然表示会深刻反省以及悔悟 但是却在法庭表示 当天自己的左眼有做角膜移植手术 无法带隐形眼镜 而右眼的隐形眼睛突然掉出 导致自己未能发现受害者 希望能参考到这一点后 马上进行了上诉 然后在上个月的上诉时 韩国追购法院以 在这里先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2018年正在军中服编译的云昌五 休家与朋友们来到辅沙海云台的时候 被酒驾车辆撞死 之后在家属以及社会舆论的推动下 韩国国会火速通过修法 强化了酒驾认定标准 被抓到酒驾两次以上就重罚 这就是云昌五 但是在去年11月底 韩国宪法法庭确议 未考虑这次酒驾与上次酒驾之间间隔了多久等 没有时间限制存在违宪可能性为理由做出了违宪判决 而这个裁定应该也影响了台湾留学生的案件 所以邓引领的朋友们 再次向青瓦台发起了请愿连说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酒驾事故夺走了一个人的人生 才判了八年 竟然还不会了案件 真他妈搞笑 客酒开车撞死人 还需要什么触犯累犯者吗 想都是外者家人的悲伤 这八年判的也不多 真的是国际羞耻 法官们清醒点吧 唉 丢光国家的脸了 就算不是雨枪我保 酒驾累犯死亡事故 八年也短呢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司法界太畸形的证据 我会把请愿连署的网址留言置顶 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 最后我再次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连署的方法 在进入网站后 点击右下方蓝色正方形按钮 然后用自己的脸书登录 再按一下同样的蓝色按钮 最后点确认就完成了 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悲剧发生了 感谢观看